这里有树啊 这里有树啊 才刚甜蜜新婚的两人 国比婷和向左 日前实境节目播出婚礼后 前往度明月的过程 没想到第一天就是满满的滴气压 那天 有很多事情发生 就是我婚礼当天 开车或者民宿的道路上 我其实并没有想发大脾气 而且才闹这个情绪 但是我当时真的控制不了 抵达民宿后 两人似乎越演越烈 陷入冷战 不必听更躲在沙发一脚 默默掉泪 让爸爸看了潮心疼 向左事后解释 因为婚礼自己很多不周到 加上接着出发命月 周车劳顿 太疲惫 无法控制自己情绪 向左去 我现在不想牵手 我现在不想牵手 不过这僵局 没持续多久 下一秒就很好 再次把大战与女的不要不要的 我希望老公可以减少工作量 不要压力那么大 就是把所有不开心 不满 不喜欢的东西 你把沟通 不要再放下心理 我还没写完了 但是我可以继续说的 可以啊 可以啊 写煮饭啊 哎呦 夫妻就是这样咯 窗多炒 窗未喝 越炒越甜蜜 去娱乐 再帆娱乐